各位听众,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 拿摩第三世多结羌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地攻读 这是真正学修就能证到真实效果的佛法 实力已经证明成就了非常多生死自由 功高盖顶的圣者 羌佛的佛法真是了得 世界大力士之父Nikolas Wangja上尊 就是学了羌佛的法 才成了无人能敌的世界大力士之父 每周日上午十点播出 敬请留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 拿摩第三世多结羌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地节目 市政会法师台湾竹云寺住持 著有揭开真相一书 法师于1993年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 毕业后就出家 于2001年到美国 在拿摩第三世多结羌佛的驻地学习 法师于2013年 金拿摩第三世多结羌佛严格的抉择 学到如来大法 并于同年著有揭开真相一书 在书中记录了从2001年至2013年 整整12年 法师在美国寺庙 金拿摩第三世多结羌佛驻地中的所见所闻 亲身经历 实际参与的纪实 2018年 法师回到出生地台湾 红法立生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 借心经说真地节目 本期节目呢 我们继续邀请到特别来宾 台湾竹云寺住持 揭开真相 这一书的作者 正会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法师 法师您好 小薇好 听众大家好 好 再次欢迎法师 法师 我们之前有一集 您讲到在南摩枪佛驻地的狗狗们 他们是多么的通人性 神通 也告诉我们要放声 护声 还有法师在鬼门关前 兜了一圈的 那个真实的事迹 可以请法师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 您在住地里面的一些生活 还有学习的一些事情吗 好的 我们在住地里每天都很忙 不像在台湾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打坐 所以也觉得自己打坐退步了 耐心也变差了 尤其是大家每天面对面生活在一起 有的习气很重 不容易相处 常常沟通不良 矛盾与冲突不断 当时佛陀师傅还没有住在这里 我根本就见不到佛陀师傅 所以面对这些情况内心很煎熬 我很不能适应 一直没有办法调试好 我心里想 我千里迢迢为了修行来到美国 这样值得吗 再加上佛陀的法音很多 但是我自己只公文了很少一部分的法音 对佛法的法义了解不全 所以面对师兄弟们相处之间的矛盾冲突 面对自己的修行 常常就会用自我的意识形态 甚至抱着怀疑的心态去判断外界的事物 而这个就是修行中的大病 因为带着疑心猜忌是无法得到任何佛法的受用的 如果当时我能早一点彻底把法音闻懂 把法义弄明白 并且好好的落实 就会减少我很多的徒劳无功的修行 缩短我很多的时间 所以在修行学佛中 正知见的建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此必须透过公文 南无第三世多结羌佛 轻说的法音及佛书 来学习正确的法义 建立政治政见 所以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文法很重要很重要 那为什么说南无第三世多结羌佛的法音 这么宝贵呢 在这里我简单的介绍法音的殊胜 总共有五大点的殊胜 第一个是佛陀降世的殊胜 就是说要有佛陀降世的因缘 才能够诞生这个法音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末法时期 众生已经很难学到佛法了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真正以佛陀身份出现的只有两位 第一个是南无世家摩尼佛 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佛教教主 第二位就是南无第三世多结羌佛 自从南无世家摩尼佛灭度至今 虽然也有很多菩萨祖师来到这个世界 但他们都不是佛陀 所以没有佛陀的圆满得尽 而南无第三世多结羌佛 以大悲愿力降临来到世间 展显了佛陀才具足的圆满 完美无缺的亮镜 轻说无量甚深的法义 要有佛陀的降世 才有这个法音的因缘 所以这是第一个殊胜 对法师您刚才说总共有五大殊胜 那第一个佛陀降世的殊胜 就是要有佛陀降世的因缘 才能够诞生这个法音 那请问第二个殊胜呢 接着我再讲第二个 第二个殊胜是佛陀 轻说法音的殊胜 那么世家摩尼佛说法 虽然是无上圆满的 但是我们现在所学的经文 基本上可以说不全是世家佛陀当年的原意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南无世家摩尼佛在世的时候 说的法没有马上记录下来 所有的经书都是世家佛陀灭渡以后 由五百罗汉集结 罗汉们虽然了身脱死神通广大 但毕竟罗汉的修正 距离佛陀的圆满绝境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因此对世家佛陀的某些法意 并不能完全理解透彻 所以在集结当时 就存在着某些法意的错解和疏漏 后来佛经再由印度梵文翻译成中文 文化语言的差异 以及翻译者的理解水平 又再一次造成意理的偏差 之后佛教在印度衰竭 再经过两千多年的辗转到了今天 很多人只看得懂现代的白话文 根本看不懂古文或文言文 现代的白话文翻译佛经错得更多 很多都是脱离佛陀教义的 因此现代人要想透过学习 《大藏经》的经书来取得成就解脱 可以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这也是末法时代的现象 众生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指导 能医植到佛陀轻缩的正法就更难了 我们学佛 必须以佛陀为学习楷模 以佛陀的法意为根本行持标准 那么第三世多杰枪佛降临梭婆世界 以无上智慧之力实际展显佛陀的圆正亮镜 轻说佛陀的圆满真谛 从初学佛的基本行持到圣身密法 法音中都有成就了道的精髓 宇宙万法的实相 再加上佛陀说法的时候 直接说法 现场直接录音 没有外缘参杂 借着现代的科技 佛陀的原因可以及时响片世界各地 这个在释迦佛陀当时也是没有的 这原本不是末法众生所应有的福报 而是借助了这位原始古佛的无量功德力 大悲菩提力 增议了众生的福德资良 让佛陀的法音响彻在这个末法的年代 这是第二个殊胜 佛陀轻说法音的殊胜 没错 那刚才法师您说到的这个难 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您提到了一个末法时代的现象 就是说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指导 能够真正的是能够读到佛法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谢谢法师跟我们分享了 听闻跟学习拿摩枪佛法音的宝贵 还有殊胜的地方 因为我知道有五处 那我们总共呢 我们现在说了两个殊胜 我们稍事休息 不要走开 回来之后会继续请法师 跟听众介绍剩下来的一些殊胜 好了 法师刚才呢 我们在休息之前 您有提到听闻拿摩枪佛说法的 两个殊胜之处 那我们就接下来要请法师 继续给我们的听众介绍 法音殊胜的其他的三部分的内容了 好 我们前面介绍了两个殊胜 一个是佛陀降世的殊胜 一个是佛陀清说法音的殊胜 那现在讲第三个法音的殊胜是 法音的法意是圆满的如来真谛 就像前面所说的罗汉们的记录 失误或见地偏差 不能说这些流传下来的经文 都是圆满无漏的如来真谛 但是现在 南摩第三十多节枪佛将士 亲自为我们说法 直接学到佛陀 清说的无上圆满的宇宙真谛 英国的实相 成就的妙法 这些法音都是圆满 正等无偏的如来真谛 所以这是第三个稀有的殊胜 第四个是聚原听闻受持的殊胜 就是说你要具备这个法源 才能听闻受持 伟大的始祖报身佛陀 多节枪佛 真身降临娑婆世界 我们所知道的只有两次 第一次是2500年前 南摩释迦牟尼佛 注释时的唯摩节圣尊 第二次是这一世的 南摩第三十多节枪佛 唯摩节圣尊为了避免人们产生 事项分别增加我之 所以当时并没有以 佛陀的身份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主要是协助释迦佛陀 教化五百比丘和八千菩萨 所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 也只有一本唯摩节经流传下来 因此能具备这个法源 公文到南摩第三世多节枪佛 如来妙地的法音说法 真的可以说是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节难遭遇 值得我们大家庆幸 所以第四个是 巨原听闻受持的书胜 但是一切都会无常的 因缘会变迁的 众生的福报增减 我们的生命坏灭 一切都在不定的无常中 所以要赶快把握这个法源 抓紧时间文法学习 法音第一步要先听懂 第二步不仅仅是恭敬的闻听 更要落实在生活中修行 如法照做 依教奉行 竭尽全力 将我们自己与如来正法融为一体 三页诚恳相应于法音义理 回光返照 真正洗刷自己的时候 才能领受法音的第五大书胜 法音的第五大书胜是 吸地加持力的书胜 无论是在何处 只要拿摩第三世多结枪佛 法音响起 出天护法空行围绕 严密护持法音吸地 法师您刚才说到这个法音的第五大书胜 是吸地加持力之书胜 这个吸地熟悉的吸 地方的地 它是具体指的是一个处所 一个地方 一个目的地吗 不是 因为吸地这也是佛家的用语 吸地简单来说 就是成就的意思 就是指修行得到成果 所以凡是潜心公文 在法音中寻求解脱真理 并且落实在自身行持实践的真修行者 能直接相应于南摩多结枪佛 及十方诸佛菩萨的加持 受到诸天护法的庇佑 得到这个吸地加持力 增加福慧资粮 帮助修行人肃正解脱圣经 所以文法建立正知见 真正落实修行 是很重要的 法神经刚才说到了 法音的五大殊胜 也就是说它有很好的好处 那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呢 曾经有佛弟子 在公文南摩羌佛法音的时候 见到了南摩观世音菩萨 出现在虚空 微笑赞叹文法的功德 也有人文法的时候 亲眼见到诸佛菩萨降临 金刚护法 空行围绕 还有的佛弟子文法的时候 看见飞禽走兽 人非人等 欢喜踊跃 都来皈依文法 还有的人看见日月变化 乃至大地震动 像我自己第一次公文法音的时候 就感受到了大地震动的祥瑞 还有的佛弟子 文法或意词法意的时候 福报增长 甚至护法送供 有的烦恼消除 有的顽疾消失 有的病痛都好了 甚至有病危的时候 听闻南摩羌佛法音 不要而遇等等 太多太多数不胜数的加持感应 所以说文法建立正确的知见 是很重要的 每公文一次的法音 就会增长一次的功德 本来弥勒菩萨是释迦佛陀的师兄 本来是要比释迦佛陀先成佛的 但是在人灯古佛说法的时候 弥勒菩萨认为自己这些法音听过了 就没有留下来文法 就先走了 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因为比弥勒菩萨 多公文了一天半的法音 把这些法意彻底弄明白了 所以功德上涨 结果反而在灵山会上 比弥勒菩萨先成佛了 所以说每公文一次的法音 就会增长一次的功德 我们刚刚讲了总共五大个殊胜 所以我们不仅自己文法学习 更要弘扬 那么第三世多节腔佛的法音 让更多的众生 闻听到那么腔佛的法音 真正听懂法音 同时更重要 要落实修行 才是我们所有弘法力生者 最应该做的证实 谢谢法师的分享 刚才听了法师您的分享 真的觉得功文南摩 第三世多节腔佛 说法的法音 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 想要开始学佛 或者像刚才法师您说的 要功文法音 他们应该怎么做呢 怎么开始呢 除了我们如来正法系统的寺院 比如圣基寺等等之外 世界各地都有我们的文法机构 可以功文到法音 如果想查询自己所在地附近 是否有文法机构的话 可以跟圣基寺联络 圣基寺是在美国洛杉矶 在南加州 圣基寺的联系电话是 626-797-1590 626-797-1590 谢谢法师也告诉我们 怎么可以开始 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 想要开始学佛 或者想要知道我怎么做 才算是开始 我们都特别鼓励大家 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因为每一期的节目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定的收获 但是如果各位对于我们每一期的访谈内容 比如我们要结束之前 你发现在之前听过的 有一些不太了解的地方 会有任何疑问的地方 也可以在节目之后 联络在南加州 帕斯蒂娜的圣基寺 圣基寺的联系电话是 626-797-1590 也或者你可以直接写电子邮件 给正会法师 正会法师的电子邮箱地址 是英文字母小写的C 然后数字的2171495 我们再重复一次 这个英文字母小写的C 然后是数字2171495 atgmail.com 是gmail.com 好了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内容 又到这要结束了 我们再次谢谢 正会法师的分享 谢谢法师 谢谢小伟 谢谢听众们 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 拿摩第三世多节枪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谛节目 敬请留意 想进一步了解 这本佛书的听众 请与圣基寺联络 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 这本佛书的训练 请由于《训练》